林康正,你想說什麼? 首先可以分幾點 你問我也是你開Live 有些人說一個願打,一個願爬 但你看到整個Live做直播的過程 你認識什麼心態? 是挽救他的心態?欺凌他的心態? 人家是弱小來的 你開Live,我以為這樣 他是不是那個人都不知道 但是 你欺凌一個被你弱小,或者取笑 或者是現場這樣挽救,令到他男亨 令到他沒有尊嚴,沒有了自尊 不會令到人覺得你聰明 是會指到覺得你混蛋 第一點,第二點 這樣會多人看,是真的 不如你炒花生 但多人看,炒花生進來看 和他會否支持你,拜你 兩件事 如果你想這樣出位,不是這樣出 反而是反效果 宣傳對自己有害 這兩個層面我覺得都是蠢 第三,最後這個直播當然 讓黑警就趁機去搞你 可能他自己也想不到 他當然想不到 想到又不會做這件事 我現在各位網友 不管你們是怎樣撐都好 或者是否有沒有犯法 我不是說犯不犯法 核爆也不說 但坦白 這件事承受的是他自己 不關事 這件事也不是抗爭的事 你不要把那些人抓到 什麼藍、黃、什麼核爆也不覺得 錯就是錯 只不過他沒有公權力 他沒有公權力 他沒有公權力會少一點 但是他有沒有傷害到 男生他應不應該這樣做 就不關他什麼政治立場事 也不關他 其實上次Berry問Mr.Poon 現在二十多、三十歲 還是處都很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上Facebook 看到他用這件事來訪問過 我才問 我問他 因為我都不覺得他是處 怎麼二十多、三十歲還是處 而且現在我們不是用道德的角度 你失誠那些 而是在講 蝦人的角度 欺凌的角度 說真的 你們可能要撐Mr.Poon 我都預料了 有人會撐Mr.Poon 你跟他講真話 讓他改過知錯能改 不是不要緊 因為他們可以撐的 就不會覺得他錯 不是包庇 做好你自己可以 不是要靠這些 如果不是真的糟糕